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閃馬田唱話集作 今天就是2020年10月16日 星期五的晚上大概八點鐘左右 來到馬圈短打的時間 其實星期三賽口都有一些焦點的話題 譬如說大家都沒有忘記周俊諾是榮英的騎師王 其實他在跑馬地跑了不久 由歸尾到現在 但已經適應了跑道 照計表現很出色才是 但偉達也對周俊諾有些意見 稍後跟大家說一下什麼意見 第二件事也要說回這個無駕堡 無遜東 有關這件事的言訊 因為颱風而延遲了 但中間也有些事情是節外生枝多了出來 可以說夜長夢多 又可以跟大家說一說 第三就是因為明天 星期六都有海外賽事 馬會是轉播澳洲的 考菲爾得杯和英國冠軍錦標賽日 我找到張福元先生 跟我說一些有關 量度英國馬 賭英國馬的一些秘訣 或者他對英國賽馬的看法 跟大家分享一下 開始今天話題之前也提提大家 如果未按訂閱的朋友 就可以按訂閱 再按旁邊的小鈴鐺 如果影片圖中有廣告的話 也希望大家可以高抬貴手 盡量看完它 謝謝 事不宜遲 開始今天的話題 講到星期三晚 周俊樂的表現非常出色 跑馬底夜賽 其實就被人捧到上天了 認為他已經好像鬥拉斯 鬥贏大師傅 鬥贏莫雷拉 都覺得他是相當出色 當然我也覺得周俊樂 跑得很好 在星期三晚的表現 但是偉達還有一點點意見 當然不是說一些微言 但是說他有好的地方 但是也有些地方要改進 第一 他就認為周俊樂工作是勤奮 做得相當之好 說他發揮出色 尤其是在他的安上的平衡力 處理得好的 這方面就是周俊樂可能先天的優勢 騎上去馬是穩定的 沒有說那些當時浮 或者是馬左邊右邊沒有的 所以這個是平衡很好 而偉達對他的意見 第一就是他入席路鬥後勁的時候 比較油 比較弱 這個跟很多坊間的評論有分別 很多人稱讚周俊樂 今次星期三沒斷的芬疆 打邊好像大師傅一樣 但是偉達就覺得還不夠硬 這個大家要注意了 第二 這個就未必是用肉眼可以看到 這些可能要一些騎師專業一點的角度 才能夠了解 就是說 他認為周俊樂是未學識 令到坐騎可以放鬆去跑的 這個就是偉達對於周俊樂的看法 最後他也是補掉他 認為周俊樂還是在進步的 他當然是希望周俊樂的騎工 可以更上一層樓 其實你說令到馬匹去放鬆勁跑 其實很主要就是看騎師 就是你本身的心情 以及你在陣上的反應 其實都會很影響到那個馬匹的 就是說譬如說你坐上去 你自己覺得穩陣很安定的話 那隻馬也會安定些 如果你騎上去 手騰腳陣 自己也有點緊張的話 那隻馬就會跟著你緊張的 其實這個偉達在自己專訪的時候也提過 最重要譬如說 鎮上保持冷靜 你要自己冷靜 那隻馬感覺到的 你冷不冷靜 你冷靜 他就冷靜 你浮躁的話 他又怕了一份 這個可能就是周俊樂始終經驗未足 也是比較新人的 就是拆騎經驗 在外地有一些 但是在香港這麼激烈的環境 都還不是很豐富 事實上我也覺得 周俊樂表現雖然是好 但是其實呢 因為他主要很大的優勢 是他有減10磅的優勢 在跑馬底尤其是尤其是 跑馬底很多的馬匹 第一質素的能力不是那麼高的 二來大家都沒有什麼評分水位 當在一些大混戰的時候 突然間有隻馬是減10分來跟你跑的 那隻馬當然是有很多 那有些譬如說 心中有理這些馬 都是在他跨下得到突破 其實就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你當然可以說是上手竊欣費的 但是舍因沒有10磅減 那這個很主要 還有就是周俊樂也要注意 在我之前的影片講過 其實就是 他也有一些是澳洲回來香港 去見習生的一些毛病 就是呢 有時候不能捨得把馬筆盡放 即是就算軍速馬 他都是留三四位 如果遇到二郎那些馬 跑法彈性就無所謂 但是如果遇到一些 是比較死暴頭 一定要擺前走的馬呢 那麼周俊樂這個手勢就要戒了 第二單消息也是有關 毛顯東 測騎無駕保事件的余波 之前我有影片去分析過 究竟毛顯東在那一場馬 那個問題在哪裡 那我就講了他的看法 事實上 本來就是這個星期二言順的 但是大家記得打風 所以因為這樣 而要再押後 但是這個再押後 就是去到下個星期一 但是在這個時候 就又有 譬如說一些輿論 又開始開一些新的問題 那譬如說 有一個馬經的Facebook專頁 就在那裡問 究竟大眾對毛顯東有什麼看法 那 經過這幾次賽事 就更加發酵 因為實在 星期日 即是潘頓也有兩隻問題馬出來 一隻就是榮華 一隻就是晉神 那實在有人講的了 就是說 無險東這本地僵你撿得這麼正 潘頓那些你連問都不問 或者全部接納解釋 為什麼又不押後言訊 這樣 就很多這些言論出來 那件事是越演越烈的 那可能譬如說 這裡他出這個post 可能為他那本雜誌 去增加題材 那些人的留言 因為那份的 就是 見到那個專頁 也是會搞一份雜誌的 那我不說什麼 大家自己心水清就知道了 那可能又是一個專門的題材 都不頂 但是我就是想說 其實現在來講 就是小組 對於一些事件 言訊 尤其是有關騎士的跑法 這些敏感的事情 其實 並非可以純粹用專業的角度 去判那件事 因為現在很多事情都是政治化了 莫說跑馬 其實天文台 挂八號風球 都政治化了 大家看完星期二就知道了 並非純粹是一個專業的考慮 他要顧及很多人的利益 或者顧及很多人的便利 生活等等 才決定掛波 而放諸這個 毛駕堡、毛顯東這個事件 其實純粹從專業的角度之外 都要考慮其實輿論的看法 那若然譬如說 小組就只是執著騎法 去做一些處罰 然後呢 就無視坊間的言論 但是馬會又沒有一些適當的公關部門出來解話 或者安撫一下普羅大眾 事件只會越軟越烈 以及馬會的公眾形象都會受損 所以 如果以我認為 小組對於這些毛駕堡 毛顯東這些騎法的判決 這麼敏感的時候 判決我想真的要小心一點 當然了 下星期一下午我們就知道結果了 到時候再看看如何 我們可以再做評論 是 張先生你好 張先生 是 張先生你好 那 簡單介紹 在我的電話旁邊 就是張福元先生 一代平馬界的一代中師 尤其是因為明天 有英國賽事馬會轉播 當然找到英國馬 如果香港來說 張先生也是非常專家 其實在米之前 我嘗試跟張先生溝通 我講了兩樣有關 例如說 英國馬的一些小小的看法 我講了兩樣東西 第一 英國馬是不害怕久憂的 例如說 有些馬可能透了一年 照出都可以照贏 尤其是大馬房那些 例如說 早兩年有隻叫木球能手 都是這樣 隔了一年都會照贏的 另外呢 有一件事 我就想說 之前講過 英國馬是沒有所謂 香港的縮程級數的 例如說一些年輕馬 尤其是 跑完短途1200 上到1400 1600 只會更好的 這是大多數的 但是對於張先生來說 張先生來說 好像這些都不是那麼重要 我覺得完全重要 如果這個是常識來的 英國的那些馬 不會跑普通賽事的 如果是一級的馬 最多跑二級 那全季只能跑幾場 所以根本是跑得很少的 就不同 澳洲那些 即是那些 所謂 group race 三個星期內 跑五場 那些 大家的模式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根本 不需要比較的 那現在 因為在英國的操練 基本上是很 很緩盡 很慢慢 很有耐性 所以就買一年跑 半年跑 那些 完全沒有人考慮這些 當然 如果健康出事 當然是另一個問題 但是 放出來說 半年跑 那些不在意什麼 沒錯 那現在 譬如說 香港的賽馬會轉播 很多時候都是轉播 亞視谷 這個特別是 特別好像是重點 那今天英國冠軍賽馬日 也是 但是其實英國 應該不只是 一兩個馬場 是啊 很多馬場 其實是 不過當然 亞視谷 就是最重要之一 如果你說 將全英國 三兩個 三四個最重要的馬場 一定是第一 其中之一 是不是第一 就不要爭 因為這個 榮武答案 究竟新市場重要 還是 是 亞視谷重要 但是如果答案 近年的答案 當然 特別是 這個 這個 大概十年八年前 就去 跑了百多年 都在 這個 新市場 但是現在 搬了來這個 亞視局 而去 加些 賽事 譬如這個 衣服三百二世的 錦標 露霧氣 等等 他就組成一個 Champion Day 即是冠軍 錦標日 他是包裝過來 很成功的 除了包裝之外 就是 因為 埃斯國 對倫敦人 方便很多 如果 純粹吸引 入陣 入場 工作馬迷入場 新市場 簡單來說 不是一個 user friendly 的地區 因為 你是真正真正的 馬迷 發天的人 才會去 新市場 例如 普通 一般的馬迷 你住在倫敦 你一定是選擇 去 埃斯國 這個是他們的地理因素 所以 一般 覺醒了 現在的排賽 集中在 埃斯國 都 可以成立 埃斯國 是更加重要的 但是這個 兩題 剛才說到 馬場的問題 都有關我們 可能 如果 張先生覺得 雅士谷是英國 其中一個大馬場 有哪些 除了雅士谷之外 你覺得是比較重要 譬如說 多些好馬在那裏跑的馬場 這樣 當然是新市場 雖然有兩條跑道 究竟新市場 當一個馬場 兩條跑道 因為兩個馬場 就不要爭 但是 譬如 還有北田的York 楊克 或者是 南田的古門 這些都是大場 甚至 我認為 沙幽圓 西德伯都是大場 這些 我們叫 傳統來講 八九十年代 就叫 在英國 這叫做 一級馬場 那 會級馬場 有些都 遲一點 但這幾個最好 那 我 張先生 不好意思 有朋友 跟我說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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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來香港 特別好的 那我說 因為以我印象 金頓馬場 就好像普普通通的 那些水準 還有一時時 他有時 有跳欄 張先生 你覺得金頓馬場的水準如何 那 首先 第一點 所有的英國平地馬場 都跳爛的 除了新市場之外 你說的資料沒有意義的 第二點就是因為 但是呢 金頓以前是一個一級馬場 因為他去接近倫敦 但是 變成了 他的競爭力不夠強 那 所以他自己再定位 就不如 我們跑夜馬 後來再改 不如 改了泥地 或者船之後跑道 就方便 冬天的時候 是做 馬場 做一個 就是一個 泥地的最大的 最高級的馬場 那 當然 你不可以說 這個馬場是低級的 你只可以這樣說 說是 英國的泥地賽 是不重要的 就算最高級的 泥地賽 都是相等於這個 草地的中級賽 那 所以根本 Kampton 都是一個 以前來講 是一級馬場 當然一級你 沒錯 那 在咪前都問過 張先生 少少 譬如說 今次的英國冠軍賽日 名義上是 好像跑決賽 那樣 但實際上 你覺得水準還是最高 都不是叫決賽的 英國 這個名字叫Champion Sticks 有百多年歷史 當然是跑最好的 馬尔千位草地 但是 如果在英國的賽制裏 跟它一樣重要 也有 7月初 在Sanddown 跑的日式大賽 是一樣 這麼重要 兩個賽事 相差的歷史 只有十多年 都是這麼重要的 獎金 不要算 總之來說 如果2000米的賽事 是有兩場 都是一樣 這麼重要的賽事 就不要因為它的名字叫 冠軍錦標 就覺得是 做到重要的日式 或者當是跑馬王 那麼英國呢 嚴格來說 就沒有正式的 叫跑馬王 如果真的 如果要當是一場 跑馬王的賽事 就應該是 英皇、喬治、陸世、 及尼莎伯皇后錦標 我們簡單傳 世界都簡直要驚坐 那一場 就是跑馬王的 因為 沒有另一場 一里半的 草地賽事 是 可以比較這場 反而 冠軍 將這些色 跟日式 平起平坐 明白 最後問多一點 張先生 譬如說 你在馬以前講過 譬如說 英國馬賽事的水準 只要是看它的馬場 或者它的適應性 你認為是否最重要是這件事 還是可以再看更多的東西 我是舊式那一套 我以為市場賽事已經夠了 因為 首先 平榜賽 就是優勝劣敗的 第二點 就是 那個評分 雖然不是百分之百準 都九成幾準的了 那 所以 你只拿著這些 來做橫公粥 再加上 看一看 英國的合法外衛盤 那些 冷到連曬泡 或者 那些 半冷門 機會都不大 因為這些大賽 是他們重要的生意 他們不可以出賽 此其二 在賽職上 因為英國的中場度 就很分 跑得相當多 又分開一二三級 分得很準的 拿著這些職 基本上 可以算到馬格森 在這個路程 八八九九 加上場地 譬如有些馬場 特別是這個場 是特別跑得好的 那你就淨高一點 很簡單 但我結論 總之來說 我這麼多年的結論 就說在英國 如果想賭 大部分真正的 認真點的投注者 只會買 平榜菜 有些馬迷會一場 賣二三百磅 單一 但是如果 跑那些洋菜 每個馬 賣兩磅 根本不會跟他搏 真正的大賽 是賭正路實力馬 就會多人賭 總之如果你是賭正路馬 就是 日利及其上 就是利叛 如果你將它搏冷門 我們叫亂石頭林 就可以搏 主途賽事 結論就是這樣 至於我這個結論 真的要 十多二十分鐘才解釋 是沒有意義的 你如果不是 長期跟我的文章 和我的東西 是沒有辦法明白我在說什麼 嗯 其實真的 英國的平榜菜 意思是 張先生說 很少會死錯人 他那些熱門 是啊 反過來 那些 那些 我經常叫那些 朋友說是沒得到的 我們結論就是 你香港 十四隻 跑楊榜 你這麼熟 那些香港馬 你都選不到馬 如果你 假設有場 香港賽事 是楊榜賽 第二班 出十八隻 你怎麼解釋 一般認真的馬 就只是賭 平榜賽 就不會 賭楊榜賽 是 軟石頭林 賣十元八元 軟的賣油 但是 真正的認真的研究的馬 就不會賣這些賽事 沒錯 認同 那在這裏 麻煩張先生的寶貴意見 真是非常多謝張先生 阻礙你這麼多時間 謝謝 我們下次有機會再見 對了 剛剛跟張先生做完電話訪問 我也抹一把汗 我也很害怕 在這個老航專面前 說錯話 那就失禮了 對不對 但是張先生是很好的 他也給了我很多寶貴的意見 很感謝張先生 再一次 今次的海外賽事 澳洲和英國賽事的提示 我都會放在Tatron的會員頻道 或者YouTube的會員頻道那裡 如果大家有興趣 就可以訂閱 但是如果不訂閱我的課金頻道 也沒關係 只要好像畫面左上角那樣 給個like 給個手指公 在影片下面 或者留言鼓勵我 或者一張影片分享出去 like comment share 我也一樣會這麼感激大家 最後多謝大家收看今期的閃馬田創馬集作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